到场上看一下现在当事人的想法 老婆提的一些问题 就提了一些要求啊 我尽量改嘛 游戏时间的话 我就说尽量调整 让他满意 他说不能加冒完 我可以做到 如果我脾气就说上来了 那我就回避 这样大家都好 老婆就说加冒这个事 是我不对 永远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不是很顾着吗 但是我回避了 就不会出这种事 这是从根系上解决这个问题来呀 你愿意相信吗 我愿意 其他家务事嘛 反正就说拿下手嘛 你提前跟我说 我老婆就是有时候都真转不过来 只快该做的事 我都给你做到位嘛 你嘴巴多动一下 我就手多动一下 也看你觉得这样子行不行 行不行 怎么样可不可以 怎么样 是不是 怎么样怎么样 我说这种 反正我 尽我的小努力 去解决我们之间的大问题 有问题 他愿意认识到 然后也愿意改正 我都OK 小王先生好 小王先生你放手 我觉得你刚才有两件事情做到了 真的是一个男人成熟的标志 第一 敢道歉 第二 敢用柔软的方式表达 非常棒的 你妻子呢 我觉得她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 很好的妻子 值得你珍惜 希望以后你们俩并肩战斗 抱成一团 把你们俩的关系 先融合好 就方便处理小家庭跟大家庭的关系 你们俩应该是一致 祝福你 调解最后 夫妻俩终于放下了纠结 重拾信任 找回了温情 迎来了柳暗花明 又一村 希望老人们 别再以爱的名义 干涉年轻人的生活 放手让他们成长 让他们自己 用不断的小努力 去解决问题和麻烦 当他变得更有担当 当他变得更柔软 一切就都会是 美好的样子 感谢观看